一个男团三大主唱 时代少年团不愧是顶流男团 三大主唱百变风格 你更喜欢谁呢 第一位马家琪 在我们的歌第四季 马家琪作为新生代歌手 与杨坤组成了老马和小杨的组合 一位是乐团前辈 一位是男团爱豆 没想到马家琪完全没有拖后腿 少年音一出 瞬间让人感叹年轻真好 他还在现场清唱了路虎的代表作 很早之前 马家琪就分唱过这首歌 这次当着原唱的面清唱 路虎本人都感到很惊喜 第二位张真元 张真元唱的是田正的靠近我 不愧是学音乐巨大 歌曲唱得很有层次感 改变后的旋律 更适合年轻小伙子来唱了 好像情窦初开的小男孩 后来巧麦环节 他靠着一条大长腿 搞得周身很无语 听 what 听 what 爱你波澜的衣裳 追赶度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小 全都一样 去嘛 去啊 这蓝绿的披风 哈哈哈哈 输给了体力和大长腿 太远了 好难过 妥妥的中华小曲库 这么火的两首歌 张真元直接当人不绕 周深就输在小短腿上了 第三位 宋亚轩 宋亚轩全开麦的现场 也太稳了吧 唱出了自由洒脱的感觉 这游刃有余的样子 在众多男团里 直接脱颖而出呢 这唱腔很有郭鼎的感觉呢 之前他就翻唱过 郭鼎的歌曲 这让人眼花缭乱的 真假音转换 十分丝滑 但也听得出来 现在的小颂 比以前唱功进步太多了 三大主唱 同台合唱时 台下的粉丝直接疯狂 马家琪的架子鼓 宋亚轩单手弹琴 张真元的电吉他 一个个多才多艺 真的是未来可期 好了 这三大主唱 你更喜欢谁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